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你我家园 欢迎收看10月23号礼拜二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花博将在11月3号盛大开幕 这一天桃园市长郑文灿是特别提前到场 在台中市长林嘉隆的陪同之下进行参观 感受花博发现馆 从滨海湿地到沟山森林的生态 而两个人也互相送上了台中花博 与桃园客家的领带 宣传彼此的城市特色 众人站在台中花博森林园区的主场发现馆中 感受地面与墙面的数位互动装置 这天桃园市长郑文灿 在台中市长林嘉隆的陪同下 提前参观花博展区 透过发现馆八个区域 感受从海拔林到3886公尺的丰富生态美景 花博不只是展现花博的产业 而是把台湾对花卉 农业 生态 人文 各方面会吹在一起 那这个是台中长期以来的特色 能够把中台湾的这种各种的优势 展现得非常好 那我觉得嘉隆市长做了一个地方的盛典 也做了一个台湾最好的大型活动的示范 两个市长湘建欢除了护送台中花博 与桃园蓝染领带之外 也同时宣布 台中花博卡与桃园市民卡 在花博期间将能够共享画市整个优惠 目前已经超过了上千家的特约商店加入 而12月10号到14号为台中花博的桃园县市周 桃园民众要购买花博门票 只要半价 我们花博卡跟我们市民卡 有这个联名优惠 然后有很多的吸引各个县市来台中花博 那我相信会是一个让大家眼睛一亮 永远难以忘记的一个花博 文燦在这个城市治理上 得到非常高的一个评价 尤其是市民的满意度 那他也对于台中的经验 非常的有兴趣 所以几乎我们合作的项目 我们不只是在产业 在这个社会福利政策 还有在城市治理里面 像农业跟观光旅游 都是非常多的互相的观摩学习 市府指出台中与桃园签署合作备忘录 除了要分享城市治理经验 还要进行资源共享 继今年桃园农博创下了339万的参观人次 亮眼成绩后 下周将用台中花博解放开幕 亮世要与大型活动互惠合作 让台中花博大放异彩 记得林轩 台中特不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